一个老村庄,九龙半岛,香港1946海达莫里森,西山西,中国1925,一个典型的商业后街,西区,香港岛,1946海达莫里森,行人集结头小贩,街梯街,中环区,香港岛,1946海达莫里森,卖海鲜干品的铺子,东区,香港岛,1946海达莫里森,年轻的母亲背着她的一个孩子在市场上回来, 香港岛,1946海达莫里森,香港在港湾帆船的家庭,香港岛,1946海达莫里森,一艘船在一条河上,背景起伏的山丘,中国云南省,1946年,鸟看梯田急公路,山区公路这行驶一辆军车,云南省,中国1946,中国接收新飞机,罗斯科特纳上校,华盛顿特区1939,七房子内在一个 这专炉灶干活的女子,1936海达莫里森,七室内照料在炉灶的小小女人,1936年海达莫里森,七中国石门,也许在北京的地区,20世纪20年代,七宝塔,不知道这是在北京天宁寺或瓷寿寺塔,摄影,美里,北京,20世纪20年代,七列爆者,中国1932,七 北戴河中国1922年,七当地人在吃早餐,流动周摊,广州,中国1919,七小米早饼,北京,中国1915,七一位中国戏曲教授,中国1919,七新娘在婚礼的路上,中国福建省福州市1911到1913,七 七在南非金矿的中国和白元矿工,1890到1923,七新疆穆斯林武装,1915年,七乞丐,北海公园,北京1917到1919悉尼干博摄影,七缠组女孩,山西,中国,1930年,七在一中国建筑外面有碗形状分散摆放的物体,云南1922年,七子进城五门入口处, 北京中国1927,七房顶纳粹标志,避免日军炸弹的轰炸1940